我覺得捐款多少不論 就是說 捐款去幫助災民都是件好事 對 都是心意 都是心意 我覺得一件事為什麼捐款的事情 會變成一個口水戰 這個我是非常訝異 非常訝異 捐不捐款 捐不捐款 跟貪污有什麼關係 那我請問一下 3千5千的老百姓捐款 他有貪污問題嗎 他有貪污問題嗎 企業界捐了4億 企業界有貪污問題嗎 有貪污問題嗎 捐款的問題根本不是 你有沒有貪污的問題 你一個月賺3萬塊 你有能力你可以捐500塊 你如果一個月賺10萬塊 你有能力可以捐1萬塊 都是心意 不在於錢多錢少 如果說你把它搞成這樣子說 捐款跟貪污的問題 所以貪污才能捐款 那要命喔 那以後政治人物 所有的明代政治人物都不要捐喔 你捐了就表示你貪污喔 我覺得沒有必要 網友真的很認真在辦案喔 立刻就找出高宏安捐一個月的薪水 震災號召大家要捐款 我覺得 我覺得那都是事後的問題啦 就是說在捐的過程當中 當然啦 大家都會在想一件事情 今天大家的捐款 是為什麼要這樣捐款 為什麼要捐款 捐款是出於一個志願 捐款是出自於要幫助災民 不是我在換取政治上要什麼多大的利益問題 如果是政治上的利益問題 那大家 那我是希望如果是 政治人物要捐款是換取政治利益 那拜託 不要捐 不要捐 因為這個叫做 假慈悲假愛心 真的叫假慈悲假愛心嘛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地震發生的 當天 民進黨當任執政 什麼官員啊什麼都下去 那也聯絡了 花蓮的縣黨部主委議會怎麼幫忙 國民黨第一時間也發出 新聞稿 除了捐款以外也說 各地方的執政縣市 收救隊怎麼樣都會請全力幫忙都準備好 只要有需求 民眾黨在幹嘛 撲柯文只有躲在桌子底下 對 拿敗柯文我還可以發明 如果各位還回憶 第一天發生的時候大家做什麼動作 你唯一覺得最突兀的是民眾黨的動作 大家裡面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各政黨包括各政黨的民意代表各政黨的政治人物 你碰到這件事情你做了什麼事 你做了什麼事嘛 OK 你今天不管怎麼說 很多人 捐款 我覺得捐款幫助災民 無論多寡 都是做好事 那我就不懂一件事 現階段為什麼 委員黨團辦公室主任啊 或是委員的助理出來說三道事 說三道事 對啊 他們還比較說 要我們捐款 你看看你們民進黨的 請問一下 那我就請問一下 你老闆捐多少 要不要告訴我們 你在指責別人的時候 不是不是 立委的主任 那你告訴我那個立委捐多少錢 對 捐多少錢 你出來說三道事的時候你要告訴我們 你老闆捐多少錢啊 你說我老闆很豪氣 我老闆一個人就捐了100萬 那你們議員的收入怎麼樣 那你先告訴我你老闆捐多少 韓國瑜捐了兩個月 兩個月大概八九十萬 立委一個月的本薪 本薪有19萬多 請問你老闆捐多少 我覺得怎麼會輪到 一個主任出來開始說三道事 這是我很不能理解的事 現在 立委辦公室主任大道 可以出來說三道事嗎 如果有本事 請你老闆出來罵 怎麼會是主任現在都可以 幕僚都可以出來說三道事 這個我很納悶 我都很納悶 你幕僚罵的時候 我也希望你幕僚告訴我你捐多少錢 我覺得 有必要把一個捐款的事情 拿出來當作一種政治上的操作嗎 這我非常不認同 我非常不認同 捐多少 捐多少 個人表達他的心意 而不是拿出來說三道事的 而且我再說一句話 我們看到的是議會黨團的 集體 集體捐助 對 議員裡面 還有透過什麼管道在捐款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說 我們黨團是一個 集體的行為 大家說好捐多少 那個人的行為 你有知道他們捐多少嗎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 幫助災民 不要把他拿來做政治上的操作 而且不要用錢來衡量 對 捐款等於 我又沒貪污 這 捐款跟貪污有什麼關係 小老百姓的捐款跟貪污有什麼關係 身為一個 政治人物我覺得 講話稍微謹慎一點 那 如果阿淼 有捐 阿淼你貪污嗎 柯文哲的神邏輯 我覺得真的沒必要拿出來 做一些政治上用語上面 去 做一些挑撥或是一些 無意義的講話 讓人家覺得 很無情 這就是 沒有經驗 關的時候還要跟他炒大關多少 我跟你講 政治人物關錢 他可能給他的名字關 他叫別人的名字關 他叫他的朋友到關 叫企業家說 本來要給我政治獻金 不需要你自己去關就好 每個人方法都不一樣 但是當你出來吹牛 你出來吹牛 說那都我關的 那都怎麼樣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笑你 每個人都笑你草包 所以像那個民眾黨那個什麼 那個主任那個就是草包 不要做過主任 自己主任多厲害 公司裡面如果大家要關什麼一日所得 什麼所得的時候 你如果做主管的公司公圈一日所得 大家一日所得 直接對你的貨頭靠掉 這不是我們一般職場上的 得那種付助會的概念 大家互相盜三天 不會去計較那些東西 那為什麼那個主任會這樣 就他計較 他說你們一個人關兩千 他主任怎麼說 我是捐一日所得 好 你說這句話揣四插帽就幫你算了 他說有人關兩千對不對 對 王如意說 我是捐一日所得 好 那你一日所得如果是兩千 那你的月薪多少 6萬 對 那你的辦公室請10個人 立法年的薪水42萬 42除以14.2 你一個人就領6萬 現在大家在追究他們辦公室的薪水 因為你就要糟糕了 你就要糟糕了 回力標了 就是說你就超過兩千 也就是說你超過兩千 所以你一定領超過6萬 那你一定領超過6萬 代表別人領很少 就是白白 就是 我覺得捐錢這種東西 為人關慈善機構 為人關宗教 為人關誰 為人關什麼 我要說 大家台灣人在關錢 也沒有很多糟糕 問說你關了 我沒有關 關多少 沒有人會去問說你關多少 這個是 就是每個人的這個側隱之心 政治人物如果拿這種事情出來吹牛 那一天就是你 他一定 大家對你就沒有什麼 恭喜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 小鈴鐺 按讚